今次香港設立了支援團隊 由香港體育學院組織了一大隊人 去東京專門服侍香港運動員 梁家權 明天東京奧運開幕 如無意外 我們香港的建議 明早8時半會出第一行賽事 今年因為有政府資助 所以大家看奧運有多些選擇 其實可以看看 有五間電視台會看到香港運動員 特別強調今次政府出錢 其中一個要求是 要盡量播出香港運動員出賽的賽事 所以大家要怎樣按機 無線電視有 Viu有 香港開電視有 收費電視台的有線電視和LOW TV都有 今年大家比較有空 應該有很多時間看奧運 說回這次香港隊 一共拿了46張入場券去參賽 一共參加了13項項目 當然 大家看重一點 或有機會拿牌 都是講單車項目 以及游泳 游泳 即是我們既望何思培 能夠進入決賽 以及創造本身的成績 這已經難能可貴 但冰箱波也有機會拿到牌 劍擊是香港近年新興的一個項目 進步很快的項目 我們也有香港選手出賽 剛才你說的何思培很厲害 到目前為止 他仍然保有15項的香港記錄 這次他參加6項奧運賽事 也是在15項的香港記錄裏 他是保持者 從收視率來說 何思培應該是最高收視率的 出鏡最多 我們很熟悉的李慧斯 李慧斯可能參加這次奧運 可能差不多要退役 因為他已經出戰世界賽 即是阿姐 如果他在今次東京奧運 一路進級的成績是理想的話 各位閉幕之日 就是他參決賽之時 這個真是不錯 因為能夠在你的運動員的最高峰 你就急流勇退 留下一個最好的印象 當然李慧斯是我們 有機會衝擊這個獎牌的最大的希望 不過我們昨天說到 科大方面的團隊不斷 比特里慧斯在操練各方面的科技研究 其實這個運動的團隊 背後也有一道很重要的支援團隊 沒錯 今次香港設立了一支支援團隊 由香港體育學院組織了一大隊人 去東京協助選手 專門服侍香港運動員 其實我們叫做蚊腿和牛腿 因為我見過美國隊 中國隊 支援團隊 選手一說比賽完之後 四五個人都堆上去 又抹汗又毛巾又捏腳又等等 很多東西 我們香港隊在今屆特別些 委任了香港體育學院的 其實這個總監 他本身也是運動員 沒錯 這都是 三項鐵人 李慧和 大家很熟悉他 當年李慧和是香港三項鐵人賽的表表者 而且他真是一個很成功的運動員 他能夠延續他這個運動員的生涯是有限的 但他繼續攻讀到一個博士學位 並且能夠成為一個運動的學者 今天成為了香港整個支援中心的leader 他真的學以置用之外 他有運動員的經驗 他會明白運動員的心理 因為香港的精英訓練科技支援中心 除了有 他的團隊很厲害 有運動科學專家 體色能教練 營養師 心理治療師 物理治療師 運動按摩師 手法治療師 和行政人員 那些什麼師不是一個的 兩三個 因為香港有46名運動員 一人服飾一個都不行 我覺得算是一個體制很完整的支援團隊 但是這樣 他就不能在選手村裏 因為防疫的關係很麻煩 他現在在東京都中央區 一家商業大廈找了一個地方 運動員 你想去這裡 你必須要先向中心預約 然後通知大會 由專車送到這裡 中間不准落地 我看到在疫情下 冬奥有很多东西去适应 但我看到为什么运动强国这么厉害 你投下的资源 比如香港对于这个 我听说很强劲 相对于美国 欧洲 德国 澳洲 更厉害 运动强国 那些资源的人数多过运动员 很厉害 因为一个运动员的成功 昨天我们也说了 原来你不要看单车 以为他如何研究单车的设备 原来每一个运动员都不同 正如昨天老总理所说 那些大脆一点 风阻大很多 他应该用什么动作 或者缩成什么形状 可以配合到减低风阻 那不是你说就可以 于是要带了一些仪器 有数据 就显示你这样 那教练就根据这个数据 沈金康也说了 我曾经听过一个单车运动员的成功 背后除了他自己的努力 是真的要科技 现代的体育是要有科技 不可以靠天才 又说一个有趣的数字 今届香港代表队的平均年年 是25.8岁 都相对是最精壮的运动员的黄金时期 我经常想老太姐 会不会李维斯的年纪是最大 不是啊 原来是花剑选手张小伦 小伦兄今年贵今36岁 36岁也算是老 不过运动员来说算是老太哥 不过劍击 因为我儿子也学过花剑 其实那个体能不算太大 是它的爆发力要紧要一点 又说一些有趣一点 你说到人气最盛可能是李维斯 而是美人主签的欧凯迅 他一直在他的Facebook等等 是最多勇敢粉丝 美女是这样的 不过上一届好像他是棋手进场 没错 吸引吸正 不过今届不是他 交给大家 今届的棋手是两位 我找了出来 没错 有提到的 太多东西在这 是羽毛球手邪影雪 和男子花剑手张家朗 是担任开幕离的棋手 两位都很有型 第一要高大一点 家朗已经很大 很高大又英俊 一定这个 你一大锁 现在的运动员要兼看漂亮不漂亮 希望 今次香港队来说是士气相当好 整个出发等等 其实过去 我和电视台那些 负责体育的人谈 今届是拿奖牌的机会最大 所以起初说东京的运动是否能够成 当信心动摇得最重要的时候 其实最失望的是运动员 因为如果再隔四年 你好似累积了很多训练的时间 但他们的体力其实是向下 没错 你平均25.8岁 你照样计四年之后 很多人都要退役 又说现实问题 讲讲奖金 这也挺重要的 是有奖金的 香港 如果你个人赛拿到金牌 你的奖金 上一届是300万 今届是500万 如果拿到银牌或者铜牌 都会拿到银牌250万 铜牌是125万 如果你团体赛事 金牌是会获得 你团体不知道多少人 总之一筆过 1000万奖金 银牌和铜牌 分别是500万和250万 你不要以为这些奖金 是完全是运动员自己代替的 我不知道今届的篇 是如何 教练和团队 略略会分较 但比例上运动员会更多 为什么也很合理 但大陆就不是 运动员是很少的 教练是最多的 和省队 团队 亦都会分离 大陆每次的运动员 都为奖金如何分配 为之惆怅为之 我想告诉大家 很多香港运动员 因为运动员是一份职业 他们是有津贴的 但其实是很少的 有些运动员的生活 的确不是觉得那么欢愉 奖金对他们来说 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而且运动员的生涯 是很有限的 你过了过黄金时期 你一定为自己下一步的着想 能够晋升教练 当时最好 下载收费服务 一年一千元 付款方法非常简单 你可以亲自去上环D100专门店 或者现金ATM银行 桂圆机转账 去787-087-998-883 或者用转数快 或者登入D100.net 网上PayPal订购 自己有 请订购D100香港台 如果有任何查询 可以电邮去 info at D100.net info at D100.net WhatsApp去91671611 又或者打电话22971999 一起把声音留住 逐定D100香港台 延续节目人才